警方駕槍實彈小心戒備 空中還有直升機來回盤旋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當地時間15號 警方為了追查 射擊巴黎恐攻的 伊斯蘭國號戰分子 突襲一床公寓 和歹徒爆發激烈槍戰 比利時檢察官表示 警方攻擊時 原本以為公寓空無藝人 沒想到多名槍手 手拿AK-47步槍 從門後朝警方開火 四名援警中彈受傷 一名歹徒躲進附近花園 被直升機發現之後 當場擊斃 檢察官表示 他的身份並不是 孔公主賢阿布戴斯蘭 然而另外還有兩名槍手 成功逃脫 法國警方不敢大意 也來到前線支援攻堅 附近學校緊急停課疏散 小朋友和此神擦肩而過 媽媽難過痛哭 目前當地警方持續封鎖 周邊街道 希望能盡快逮到 逃逸中的槍手 讓孔公魚坡盡快落幕 記者 陳建英報導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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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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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